好的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抽风为您带来的植物大战将之二遥远的未来流程攻略 那么现在就要进行这个遥远未来的最后的一关,也就是第24天 又是这个最后一关,又是这个阳光炸弹啊 我最不喜欢的东西 看起来敌人好像很强力 上次冰西瓜选的着实是一个失误啊 实际上冰西瓜的作用真的不是特别大 因为阳光炸弹的掉下来的钱,远远没有我想象的有多 电吹风也留一个吧,其实吹风不用了 炸弹 包括 主攻兴的周小兰 吹风,吹风也选一个吧 走着 那么也是个炸弹下落过程中,如果点碎它的话 不光可以炸起,也可以炸起敌人啊 这也是上一次的一个小发现 放在这里,这样三个连锁打起来会比较爽一些 好,马上就可以移到下一站 放上 总而来说,阳光来的还是比较快的啊 总而来说,阳光来的还是比较快的啊 冰一下 看帽看帽 那如果这个阳光落在咱们自己的附近,如果拿手冲上去的话,自己的植物就会直接被炸死 特别的happy啊 我干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看到有点好多的 看看他们的 但我觉得发生什么 可能不过也就是 有点好多的 这是他的 咱们 六点 而且 岳灵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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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